尹向 尹向它是很有魔力 然后它是一个绝对够力量的一个载体 过去可能你必须是学者 你才能够去做填调 成为论文成为书籍 但是尹向它的记录性的手段 跟它的方法又更加的快速跟便利 这一类的影像的记录 会对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的永续 民族的发展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器材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重点是你在这个过程 你要怎么说故事 你要怎么去把一个题材 透过情绪的波动 来去累积你的素材的吸引力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器材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对原住民来说 长期我们就受到各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我们需要影响去帮我们翻转 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影响所造成的 做影响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行业 那它其实是要去感受人的 那甚至于说应该是它有没有体贴对方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体贴受访者 或是有没有体贴题材 站在同理心尊重跟体贴理解的角度 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 我很肯定这个影展 所促成的多元文化 所促成的文化的扎根 那这是现在我们很需要的社会对话 原住民的学生透过这种影展的制作 他寻回他的文化的母体 他寻回他自己 非原住民的同学在这个 还没有投入社会工作之前 能够在这样的影展 然后展现或者寻找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应该会对非原住民的同学 也有非常强烈的帮助 不要看这样小小的影像的作品 其实它会影响未来 你投入社会之后 你面对事情的宏观 你面对事情的角度 你面对事情的态度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让我们透过Mata 一起看见传承 感谢观看吧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